随着最近几年个人数据存储成指数性的攀升 各种NAS产品也呈现出了爆发式的增长 去年双11京东的NAS销量暴增了直接8倍 在国内存储芯片崛起的大趋势之下 固态硬盘的价格终于被达到了一个相对比较合理的价位 你知道去年最低的时候 1T的固态甚至比1T的机械硬盘还有更便宜 因此也大大推荐了NAS产品从机械硬盘向固态硬盘的进化速度 那么大厂也纷纷推出了相应的产品 产品确实非常非常棒 但是一说到价格 我相信很多同学都会说打扰了 那么最近金水收到了一款非常有意思的多功能的迷迹主机产品 它既是一个迷迹主机 而且也是一个四盘位的全固态NAS 同时也是一个软路由或者是家庭娱乐终端 那么今天就是给大家隆重的介绍曼云达M1 mini 哈喽大家好 欢迎来到金水神技能 我是带大家玩NAS的金水 大家可以看到曼云达M1 mini 比传统的NAS产品的最大的不同 肉眼可见非常非常之小巧 那么如果不算脚垫的话 其实只有1.26绳 就算是在业内体积控制最好的大厂面前 那也是不防多让的 整体的外观延续了M1家族的设计语言 整体感非常强 通体采用了理合机阳极氧化的工艺 这种质感并不是所有普通塑料可以比拟的 接口部分正面一个USB3.2 两个USB2 还有一个TF卡的插槽 4个快拆硬盘的拖架被巧妙的安装在了磁锡挡板的后面 那么按下端头的数字按键就可以轻松的取出 那整体的这个过程还是非常非常丝滑的 可能由于是工程样机的原因 那么它的4号盘位金水在测试的时候 会有稍微的卡顿的情况 那么背面呢一个HDMI2.0 一个DP1.4 4个226V的网口 那机器的左边和右边呢 都有圆形的散热开口 就算机器的背面也有长条的散热格栅 那让我非常期待它的散热表现 那金水这次拿到的是8加128的版本 那最大的支持32G的DDR5 480MHz的内存 那随机附带了一个128G的NVM的硬盘 对 你没听错 那这个设备呢它一共有5个NVM的安装尾 硬盘拖架呢采用了铝合金的材料 那顶盖呢却是不锈钢的 那就是稍微有一点不太好 那会容易沾指纹 那我们取下顶盖的螺丝 那么轻轻往上一推 推一下 或者呢我们可以借助工具 或者是把它反过来轻轻一敲 它就可以下来了 毕竟呢这个大家都理解啊 新的它比较紧 那么打开之后呢 那我们会发现曼云达M1 mini 它不但可以支持2280长度的 那么同时也支持2110长度的 我们在这安装硬盘的时候呢 一定要注意 那在插槽这边呢 是有一个孔位的 那和你的NVM的凹槽 它是相匹配的 首先呢我们要斜着把 进手指这边呢先放进去 然后呢把固定的滑块儿 往前稍微推一下 直到我们的硬盘可以完全放平 接着把硬盘往前一推 在它这个凹槽跟凸起的地方呢 完全贴合就可以了 最后呢我们盖上盖 拧上螺丝就算安装成功了 那么在上顶盖的时候呢 一定要注意 必须要放平 否则呢你是插不进去的 硬插呢非常容易把顶盖磨花 甚至呢会损坏硬盘 新的嘛比较急 安装好之后呢 我们就依次插回机器就可以了 那么如果你没有那么多的硬盘 那么厂家在这建议 按照顺序优先使用 1和2号这两个半位 那我们测试了手头所有的硬盘 那么从PCIe 3.0到PCIe 4.0 基本上都有 基本上呢可以顺利的认出 其实N100呢 我相信大家已经非常非常熟悉了 这是我们的熟客 在这呢我就不跟大家多赘述了 在Windows系统下只带一块硬盘 它的待机功耗呢 是在14瓦左右 那我们插满另外的4块是在22瓦 在Windows下的性能释放呢 也是相当的不错 CPU-Z单核381 多核呢1297 Gainband主单核930 多线程呢2646 CPUMark基本得分 6245 生产力得分4394 内容创作得分2227 那么除了核显相对比较低以外 CPU的性能释放呢 跟其他设备呢是相差补给的 在这呢我就不给大家多赘述了 在这呢要着重跟大家说一下硬盘测速 那硬盘呢只有PCIeX1的速度 我们在测速的时候呢下载呢只有812 上传呢615 Openwrt下网口的传输速度呢 都是可以跑满2.3G的 不管是单线程还是多线程 基本上就算是2.5G网卡的正常的表现 那么在这种迷你主机的形态下 N100的CPU呢性能是完全够用的 硬盘跑在PCIeX1的速度800到900 基本上也是可以满足万兆的一个要求的 那实际上机水更在意的是它硬盘的温度和噪音控制 相信只要用过NAS的小伙伴 它多多少少都会碰到硬盘炒豆子的这个问题 这个问题其实非常让人淡疼 那么如果像我一样也用上一个二手的亥气盘 那么书房就是你们俩的最终的归宿 每到日生日镜剪片子的时候呢 我都在想 是我先把它熬死呢 还是它先把我送走 由于麦云达M1 mini是全固态的方案 那么硬盘呢也是完全静音的 唯一能听到的微弱的声音呢 就是它散热风扇的一点声音 那体感上来说 你放到桌面上使用呢 也是完全没有任何问题的 只要你不贴近听 你是几乎听不到它这个风扇的噪音的 那相比传统的NAS呢 简直不要太安静 在深圳室内28度的情况下 麦云达M1 mini 长时间待机 那整个的机身最高的温度是在40度 硬盘最高的温度呢是在53度 最低呢是在33度 那整体的温度控制呢还是非常不错的 我相信大家也猜到了 这个53度呢 就是2210的三星的硬盘 那最低的是金士顿的1T 那随机自带的硬盘呢是40度 那接下来呢 金水也做了一些兼容性的测试 那我们尝试安装了ESXi和PVE 那这俩呢都是可以完美的适配的 你可以许你一个黑群 许你一个爱快 甚至是S.OS 都是可以正常安装的 它可以满足绝大多数系统 甚至是绝大多数玩家的需要 它妥妥的一个 奥音万神器 好 总结 关于这款麦云达的Mini mini 其实金水是非常非常喜欢的 它外形非常的小巧 质感呢也非常到位 那如果你可以用U盘或者TF卡做引导的话呢 那么你将获得完整的5个NVME的盘位 和4个2.5G的网口 主流的N100低功耗CPU呢 它是非常成熟 而且够用的 系统的兼容度呢非常的高 常见的什么黑群虚拟及S.OS的 完全不在画价 那非要说美中不足的话 那么NVME协议本身 它是不支持热插拔的 那么所以在更换硬盘的时候呢 需要先断电才可以 那另外呢就是它的硬盘拖架 那盖板呢 这比较容易沾指纹 那个别的拖架呢 在拔插的时候呢 略显生涩 那希望在量产板上呢 可以解决这些问题 另外呢从厂家获取 那这台机器呢 其实是有两个版本的 一个Plus版 一个Pro版 那金水手上的这个呢 就是Pro版 它支持硬盘的快拆 那Plus版呢 则是需要把底盖拆下来之后 才可以正常的安装硬盘的 目前Pro版的准系统价格 1380 不知道大家觉得这个价格 到底怎么样呢 那么如果你想了解 更详细的信息呢 可以去大家的官网 看一看 好了 那本期视频的内容呢 就先到这里 如果你喜欢这样的视频 或者这期视频 对你有所帮助 那么麻烦大家 给个三连 YouTube小伙伴呢 记得点开那个订阅的小铃铛 这样你才不会错过 任何一期最新影片的推送 你的每次点赞评论和转发 都是我不断更新的动力 感谢大家收看 金水神技能 我是金水 咱们再见